今天有兩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大會是現屆政府最後一次會議 之後我們7月1日回來就是新一屆政府 我都想講講,現在是林太最後的十天八日 有一件事我也要讚一下他的 就是這個蔣新春合併,他之前說,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去做 李家超先生參選的時候,我都問過他 我說希望他頭一百日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外面的長者已經等了很久了,等了一年多兩年 自從施政報告講了之後 現在呢,如果你說數一百日應該是十月第四季 現在林太走之前就送了大禮給李家超,9月1日可以做到 那就是,其實就入了第三季 那就真的我覺得是值得一讚,留下一個好的legacy 不過,另外有一件事呢,我就真的幾遺憾了 第五波疫情,令到香港送失了九千幾條人命 他起因,初初開始呢,就跟國泰機組人員缺免檢疫有關的 那當然後期有其他東西漏了進來 那當時我在大會上問問林太,我說 到底整件事情,為什麼要勸勉基組人員 那他就說呢,香港是一個空運,即是貨物空運的樞紐 他要平衡各方面的需求 如果沒有了貨運呢,空運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會出現 那這個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可能我認為人命重要些 他覺得平衡整個社會發展重要些 這個我不爭 但最重要呢,我當時在立法會問他 既然是貨機缺免,但帶了一隻菌進來的那些人呢 就是搭客機去貨機回來的 那這個就很嚴重了 因為這樣就不是缺免貨機機組人員 是直接,客機機組人員都不受規管 那當時他就說呢,一定不是 就是說,客機去的人一定是客機回來的 而當時呢,郭泰是出了聲明 說他通報了給政府 說政府是知道 那他才繼續做的 為什麼我今天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還有八天這一屆就完了 運防局長呢,已經說了他不會回應 那九千條人命 我們是不是應該都有一個交代 到底這件事情搞到香港這麼嚴重 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 國泰為規 真是政府不知道 他客機去貨機回來呢 還是他做不到 就是 維持客機的航班 如果不容許他機組人員 客機去貨機回來 所以就 勸勉 而呢,政府知道了 一直不出聲 我個人認為呢 林太這五年的施政 有得有失 但這件事因為涉及九千條人命 真是要有一個 即是 說法 有一個結果 如果是真的國泰話上沒有了給政府 政府默許呢 那都還給國泰一個公道啊 是吧? 如果不然我們下去這件事 根本就無頭公案 我就自己 就很遺憾了 那第二件事想說呢 就可能大家比較關注 就是停電這件事 據我理解呢 其實 所有這些 供電的電纜呢 多數都是 一是架空 一是落地底的 不知為何香港 零零射射射呢 有這些 書電橋 就叫做電纜橋 這些呢 其實 不是應該做的 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的遺物 那麼 現在 朗平站 那條就起了火 大家看到了 那問題就是 原來 我所理解呢 全香港有四條這樣的東西 其他地方還有三條 在哪裡呢 就沒有人肯告訴我 但我想相信居民都看到的 應該 這些這樣的 書電橋 還應不應該存在呢 經過這一次事件 我本人就很關注了 到底當年是因為 價錢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不將它架空 或者落地呢 去過那些河 是不是 就不得而知 但是大家常理都明白了 你一架空和落地底 你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去 碰到它 就可以抹殺所有 可疑的原因 但是現在呢 這些這樣的電纜橋 基本上 你是 跑得進去的 你進去的 只不過它不讓你進去 是違法的 那麼 我不知道 我不是做任何喘測 聽說 他們已經 就是 撇除了 有任何蓄意破壞的東西 不過 我現在聽說 香港以前也曾經試過 一段時間 很多人蓄意破壞 那麼這些事情 是不是還可以存在呢 我就覺得呢 不如終電 全部其他三條 就是這些事情 應該重新整頓 不要再有機會 被人這麼容易 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認為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時宜的 那麼至於恢復這個電呢 我和 中電的高層理解過呢 他們就說 兩天內之後 搞好電纜橋呢 但是他們希望今天 中午到呢 可以全部呢 那些住戶呢 可以恢復供電 但是呢 它就在其他的電網 調些電過來 所以就可能不穩定 但是就 猜得有 那就不是要等兩天 才全部住戶都要有電 因為它 如果用這條電纜 確保電力供應穩定呢 它就要兩天 但是其他地方 可以調配電過來的 那麼現在剩下半個小時 那麼我不知道了 據我理解呢 還有不少的住戶呢 其實 還沒有電的 那麼我不知道 我所理解這件事 在中午之前 會不會發生 那麼如果是在下午 還有住戶 真的沒有電的呢 那麼大家都知道 怎麼找我 麻煩你通知我 就等我再跟進一下 就主要就這麼多了 是 從我的看法 的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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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supplying electricity from the other networks to help out the affected areas and they said that they expect by noon today that every household will be able to have supply but it may not be stable For the supply to be stable they need to fix the main cable in question which is on fire, which has been damaged. And even though they say it's two days, my reading is that you could probably done faster than that, probably by early tomorrow. But they're trying to fix that. Once the main cable is restored, then the electricity supply will be stable. But currently, they are getting the electricity from other regional networks in Hong Kong to try to supply. So I'm trying to see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in the next hour or two. They kind of give me the indication that by midday, that it will be done, that every household in that area will have some kind of electricity supply, even though they cannot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that it wants to kamere. How should you add to this supply? Well, that the problem, But finally,